我们之前是怎么认识来着 我都忘了 就是 就 就是 就是那次我被人欺负 然后你从天而降 跟女侠一样 我想起来了 就是那些人逼你爬树 你被困下不来 他们在树下吵你扔石子 我看不过去帮你把他们赶跑那次 对对对 就是那次 他们天天欺负我 真烦人 幸亏你来帮我 来来来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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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我走了之后 他们是不是还叫你胖月瓣 然后画两个月亮嘲笑你 他们敢画月亮嘲笑我 我画十个太阳 我消灭他们 两个月亮是你我之间的秘密 别人怎么会知道 我们好像也不是那样认识的 刚才那是我编的 你根本不是小胖胖 你 你听我一说 你别 别冷静 你听我 你听我一说 好 过去重要吗 重要的是现在 对吧 咱们俩误打误撞认识 你心里有个胖胖 我正好也是一胖胖啊 这是什么 这就是缘分 对吧 这也叫天意 咱们就顺着他的意思 发展发展 是吧 你听我跟你说 听我跟你说 放开我 放开我 干吗呀 你都已经答应出来吃饭了 你没做好准备呀 什么准备 不是 女侠 咱们都是成年人 你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说 大胖小胖都是胖 我看你是不知道死活啊 看你这熟练的手法 应该欺骗过不少巫少女吧 你敢 我今天就去他们好好照应 照应你 你不逼我打女人 什么着 还想还手啊 不报警抓你就已经很客气了 还想跟我的小胖胖比 你连名字都不太提 以后再敢招要撞骗 好 我现在就给你坐到派出所啊 对了 忘了自我介绍 我了 马上就是一名律师了 今天免费教你怎么做人 不用谢我了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彪悍的一面 小心 你没事吧 你也不赖 走 走 心里不好说吧 小胖胖没见到 还遇到了个胖人吗 自己心中的白月光 被人莫名其妙地玷污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 要换作是我的话 可能更会失去理智 我们不一样 我跟小胖胖的关系 并不只是青梅竹马的 而吃完饭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口中的这个小胖胖 跟小时候完全不一样 就算站在你面前 你也认不出来了 或许你这种寻找方式 本身就是错的 也许吧 我想一个人走走 麻烦你在前面停车吧 你就不好奇今天我为什么来 你来不就是为了看我笑话吗 今天你满意了吧 叛徒舟成长 回去我再算账 你就不想知道你那个小胖胖吗 现在到底长什么样子 长什么样子也不可能是你这样 停车 你还想说什么 你不是要找小胖胖吗 我带你去 还记得这里吗 不就是我第一天来医院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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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名其妙抱我的地方吗 这都是实处有益 你不是带我来找小胖胖吗 来这儿干吗 因为你要找的人 就在你面前 我那天在这里抱你的时候 我就非常确定 你是我等的丛容 是我等了很久很久的小女侠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很久了 丛容 我是说我就是小胖胖 我不是说我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你也想爱一顿揍吗 我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 是我被人欺负 你说 辣有什么了不起的 越是难吃 就越要战胜它 那个时候你告诉我 你是十一般的丛容 你也可以叫我女侠 从那个时候起 你就在我心里长了根 你爸爸去世的时候 你很伤心 你说有两个月亮同时出现的话 你的爸爸就不会消失了 所以我用月光交代 黏了个大月亮到你开心 两个月亮一起出现了 你爸爸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你说你要去你外婆家住几天 你说你要去你外婆家住几天 开学了就回来了 开学去 我等你 我回来就在这里等你 所以我每年开学的时候 都在这里等你 一年又一年 没想到一眨眼 这么多年过去 现在知道 我在医院里面说暗恋你二十年 不是开玩笑的 其实我们两小 我跟他们说暗恋你了 我带来 我去 我说暗恋你了 我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